作词 李宗盛 学佛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深信因果 没有人可以害我们 都是自己害自己 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 无死竭来 还有贪 忏 痴 种种 烦恼 那你就会一直害自己不断的轮回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好好坏坏 自己决定的 所以了解罗词 碰到逆境 病苦 伤害的时候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忏悔 千千万万 不要去批评别人说 哎呀 我老公对我不好 因为他外面有女人 所以我感情很痛苦 那你这样就是没忏悔 这个事情还要延续很久了 下辈子 下辈子还是如此 因为你没忏悔 但是如果你懂了佛教的因果 哎呀 一定是过去我伤害过他 所以我在享受这个夜报 自己忏悔 你自己忏悔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你忏悔了 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女人啊 结婚了 夫妻感情很好 她就觉得哎呀 我找到幸福了 很快乐 后来她的先生生意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做大了就要交集应酬 叫喝酒 然后她先生喝酒回来以后 突然有一天喝酒回来 居然进了房间就打他 把他打得鼻青眼瞪了 她从那一天开始以后 我先生对我那么好 喝完酒变一个人 就打他 然后呢 过几天又喝酒回来又打他 哎呀 她吓坏了 但是她先生酒醒了以后 又对他很好 但是喝醉酒就打他 然后她就每天祈求 先生不要喝酒了 但是没办法 后来她实在真想自杀 经常被打 然后呢 打完以后 还要送医院 然后先生醒来还去医院 又对他又很好 又跟他忏悔 但是他这个日子过不下去 先生又不能不停止喝酒 后来他很苦了 有一天就回娘家 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很痛苦啊 我老公对我很好 但是一喝酒就变一个人 就打我 而且打得很凶狠 吓坏了 只要老公喝酒回来 他就怕得要灭了 然后他妈妈一听 哎呀 难过啊 女儿这样被打怎么办啊 他妈妈是拜佛的 有一天就在大殿里面 看到观音菩萨哭啊 一直跪啊 哭啊 观音菩萨救我女儿啊 救我女儿啊 结果老和尚刚好走出来 看到老女人在哭 你哭什么 老女人说 哎呀 老师父啊 我女人好可怜啊 婚姻很幸福 但老公喝酒就打她 打得很严重啊 打死人怎么办啊 然后这位老和尚说 好吧 姻缘成熟吧 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实吧 以前有一个女人 在乡下养了一头老牛 靠着这老牛吃饭 帮她耕田 然后呢 很重的货物还要 叫老牛 把她硬扛到市区 还要走上坡 走不动还打一打 把这老牛打得都流血了 要帮她 又把这个东西 送到街上去卖 来来回回 那这只牛老了 没有体力了 她就是要打她 让她有气力去耕田 后来这老牛 真的是走不动了 然后她就把她卖了 杀了 给人家杀了 老和尚讲到这边 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那个女儿啊 就是那个打老牛的 那个女人啊 你看她 虐待那只老牛 那你知道她老公是谁吗 各位知道吗 就是那只老水牛来投胎的 那你女儿这辈子 刚刚开始被打而已 以后时间还长的 她每一边 以后都会在她身上 现在老公是用手脚 以后就会拿棍子打她 哎呀老婆是爱听 那怎么办啊 那都打死人了吗 老和尚说 很简单 你回去跟你女儿讲 千万不要再怪她老公 趁她老公晚上睡觉 把她打完了 就跪着 朝那只水牛忏悔 把老公观想成水牛 知道吗 那一直跟她磕头 跟她磕头 我向你忏悔 我向你忏悔 求观音菩萨家事 要这么做 事情就会改变 再来 我现在老法师 又去拿了三十二根稻草 把她绑在一起 以后啊 她老公打她的时候 她就主动拿这个给她 你用这个打我好了 因为一打就三十二边啊 这样快一点 然后她一听没办法 老和尚讲了 老和尚有神通 她回去跟她女儿说 女儿一听自己就哭了 因为她很有善根 信英国 所以她老公打她 虽然很痛 但是那时候她就忍了 能够忍了 信英国就是个好处 然后等她老公 打完她睡觉 她就跪在那边给她磕头 我对不起啊 老水牛 我对不起你啊 我上辈子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又把你卖掉杀掉 我对不起你啊 结果有一天 她在那边拜拜磕头哭的时候 她老公突然醒过来 醒过来看她 看她太太这边跪哭 你哭什么 她就老实讲了 我上辈子打你 她不敢讲你是老水牛 我上辈子打你啊 所以你这辈子打我啊 所以我要跟你忏悔 哎呀 她老公听了 久醒了 抱着她哭啊 我发誓 我发誓 不再打你了 各位 从那天开始 就没事了 但是这个女儿还不放她 老公你还是要打我 我妈把这个鞭子做好了 你就没事拍我指向 不然我消不了业啊 她老公硬要她派脱 没办法 没事就拿来帮她按摩一样啊 乔乔倍 从此以后夫妻感情得好 老公更愧疚啊 所以各位 忏悔重不重要 重要啊 如果你不忏悔 你一直想要用 各种方法改变 不可能的 老水牛永远要报仇了 最后就是把他打死 为什么 因为你把他卖成杀了 所以牛刃主人 生生世世有缘 所有动物都一样 众生一样 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些真实的故事 你就是要老老实实的 碰到逆境就是忏悔 不但忏悔求佛菩萨加持 又用他的名字做功德 要了解吗 有人欠你十万人民币不还了 怎么办 你一告他没有用的 因为你上辈子拿他更多钱也不一定 那你现在怎么办 用他的名字捐一百块 替他放生 放生就是还债 替他供养香供德回奖给他 你就不欠他债了 然后他哪一天你不欠他债了 他就把钱拿来给你 自动自发的 所以欠债很难还的 特别是夫妻之间感情债 儿女之间也有债 所以有时候你会气得要命 不知道怎么办 又感情又很痛苦 那这些你叫前程忏悔 所以年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路上走 结果有一支枪 木头枪朝着佛陀射过来 那个时候众阿罗汉护法看到了 用各种的神通 要把这个木枪移走 没办法 这个木枪越变越大 大得比整个树还大 大家吓坏了 然后佛陀他们就拱着佛陀就跑 用神通飞到天上 这支木枪就在后面追 大家吓坏了 这个木枪是哪里来的 各种的神通阿罗汉都没有办法 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把大家赶走 你们离开离开 佛陀就坐在地上 然后那支木枪很长 几千公尺就从佛陀的脚这样 穿过去慢慢穿 大家看了吓坏了 佛陀就伤口很严重 后来大家靠过来 哎呀 佛陀有怎么样吗 释迦牟尼佛说 我讲一段因果给你们听 过去世 我做一个船主人 带着一船的人要去海上财宝 另外一船的人也带着人要去财宝 宝物看到了 两艘船为了抢救 砍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这个船主人 我想说要杀就要杀头 我就拿了一个大木枪 看到那一位对方的船长 硬把他擦死 擦死以后让他掉到水里面死掉 那那一事 佛陀说我就堕落地狱了 今天我成火了 那一支木枪还是追着我 所以各位 这叫夜暴 很可怕的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千千万万不要去伤害任何生命 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 这叫无名 过去大家还没有学佛 造了这么多恶业 也要忏悔 最重的业是什么 杀业 所以我在这边要祈求各位慈悲 千万不要去杀活的动物来吃 好不好 千万不要 我们广东人出名 所以我昨天来一直看街上 没半条狗跑哪里去了 我就问司机 司机说怎么可能会有狗 有狗也被抓去杀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各位要忏悔 我们满路法师带着各位办法会的时候 水路 梁皇 梁皇三昧水灿 或是自己拜忏 一定要忏悔 忏悔以后 放生 过去我们杀他 我们就救他的命 甚至刚刚讲的烟共 私食 哎呀 回家给这些烟性载主 他现在缠在你身上 因为他很痛苦 你过去让他痛苦 各位 你开车 撞死人家的儿子 要不要赔钱 要啊 你把那一只动物吃掉了 那只动物身体没有了 被你吃掉 他现在躲在哪里 他就躲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病 睡不着觉 精神不好 发病 因为他会占据你的身体 甚至变成癌细胞 甚至攻击你的心脏 你的心脏变成他的 他一下生气 一下怎么样 你就乱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 多忏悔 让他清静 少吃肉 好不好 再问一次 我已经来顺德第三次了 我已经感动了各位没有 吃素了没有 我昨天问了老板 他说生意不怎么好 我就很烦恼啊 所以 希望大家少吃肉 最好不要吃肉 包括蛋也不要 你一直吃人家儿子 你将来怎么会有儿子呢 母鸡生蛋就要生儿一女的吧 不管他也没有交配 他的心就是生儿一女的吧 所以各位了解这些因果 为什么佛教里面 忏悔为入道之门 就是要先忏悔 到了寺庙 就是要拜啊 要拜啊 要忏悔 忏悔以后要超度 超度最好的方法 佛经说有三种 各位念下来 点香 点灯 转动金凡 所以各位到寺庙 一定要先点香 点香供佛 然后也回向众神 点灯 也让这些冤心在主 看到灯的光明去极乐世界 再来就转动金凡 转动金凡 就是今天我发给各位 意思是这个 要转 要转 或是用嘴巴转 嘴巴就是念经 但是各位是在家菩萨 不可能念很多经 也没时间 所以佛说 佛在怀言经说 你把经典印在 樊布上 就是供养法宝 然后你一动的时候 佛菩萨就发光了 就这个风一吹 一吹 所有的众神就超度了 这样了解吗 观音菩萨说 这个世界你看得到了 都是我的身体 然后整个天空 上跟下 就是观音菩萨的脸 太阳跟月亮 就是观音菩萨的眼睛 星星就是观音菩萨的牙齿 各位现在吹到了风 就是观音菩萨的呼吸 然后当你有这个大背心 在转动的时候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舌头 观音菩萨的舌头 就出现了十万亿变的 大背咒 心咒 然后黄色黄光 蓝色蓝光 超度众神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发给各位蓝色的是 要是佛 要是佛 要是七佛 要是经 要是咒 各位到医院的时候 给他转动一下 好不好 一转动 就是佛菩萨在 布施他的经典功德 黄色的大随求咒 众神一吹到 上平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大随求 随求什么 满众神愿要发财 开车平安 就是要转一转 那各位这很简单 以后各位自己印 好不好 地藏经 钥匙经 大背咒 论严重 你印得越庄严 像我们大殿有时候都会用那个很漂亮的布印 有没有 你用黄金色的布最好 然后把佛菩萨的名字变成金凡 所以刚刚我们满如法师进来 有没有人拿那个金凡 家里有人往生 你一定要请人家拿金凡在前面 风一吹 往生者超度 金凡的功德力 把佛的形象 佛的名字 佛的经典 佛的咒语 能够刻画 那现在很方便 现在这一个这样不到一两块人民币 然后各位就送给人家 甚至他带在身上 这个叫灌点经讲了三个方法 超度 功德力最大 再背一次 点香 点灯 转动经凡 那这个转动经凡在药诗经很重要 药诗法门说 家里有人生病 你要挂四十九面 就像上面这样 四十九面 往生呢 一百零八面 你要做什么经都可以 然后二十四小时在念经 风一直吹 观音菩萨一直加持 十万亿倍 所以阎罗王讲了一句话 皇帝来见我都不重要 老婆婆拿着的金凡来见我才重要 一到老婆婆一拿到金凡到地狱 地狱受苦众生就超度 那比皇帝还伟大 所以各位以后干脆这样好了 你的T恤干脆就印在上面就好 我在台湾做很多就穿着这个走来走去 对不对 但是那件衣服你就不要跟内衣一起洗 对不对 那件衣服要单独洗 因为你走到哪里 那现在各位开车了 更方便 把这个金凡插在车上 或是直接把它印在你的车上 很方便 对不对 我碰到一个年轻人 他那个车顶叫我上去看 全部都是咒语 他说开到哪里 都是要做工的 那个轮胎会转 会转 还可以贴着欧马尼北美宫 这家大转法轮 对不对 那轮胎 都是欧马尼北美宫 这个叫善巧方便 慈悲 对不对 那你这样 以这个心 大悲心 你开上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那些孤魂野鬼的超度 那个就没有替死鬼 往往车祸 那个地方会发生车祸 下回还会发生车祸 为什么 发生过车祸的地方 就会有个替死鬼在那边等 他想抓一个来车祸 他才能够超度 他有这个执着 所以那个地方 就一直重复车祸 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公路祭 就是有车祸的地方 大家就要在那边念念经 甚至台湾 比较方便是 他们会在有车祸的地方 就放一尊地上王菩萨 玻璃盖把它盖起来 就放在那边 那个地方就不再有车祸 所以各位有灾难的地方 它特别现在经烦很方便 各位把它做得庄严一点 看起来好看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喜欢挂旗子 最好 去利益众生 所以来 现在我们要转动经烦 好不好 愿他们都能够离苦 得到福报 往生净土 没有经烦了 没关系 等下下课程了 好不好 大家念阿弥陀佛 大家大 然后你要 你要观想光 黄色黄光 蓝色蓝光 然后众生超度 很高兴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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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我会懂得用观想 在大乘佛教最厉害是观想 你仍在顺德这个佛光 到了美国 到了非洲这样 现在你仍在顺德 你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上班 哎呀 妈妈最近感冒了 没关系 你就在家里这样 点香 点灯 念经 功德回向 不是光他 所有生病的小孩子都像你儿子一样 对不对 愿他们都得到佛光加持 所以这个叫什么 念下大转法轮 对啦 各位随时要大转法轮 念阿弥陀佛就是大转法轮 念大悲咒就是大转法轮 你的心透过你的声音 你观想 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大转法轮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弟者 叫续佛会命 要把佛菩萨的功德事业继续表现出来 那各位要大转法 像现在外面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要念什么佛啊 那么不动如来 对 你念不动如来 阳光就变佛光 所以你要这样念 下雨的时候念什么 那么观世音菩萨 变成甘露咒 哦嘟咒哒 我们等下念念又要下雨 因为观音菩萨说你念的时候 祂就会撒甘露了 那所以各位要把心量扩大 所以跟我背下来 慈悲如大海 看到水看到海 那你要变成大悲心 菩提如高山 看到山的时候代表 我们的菩提心像山一样的坚固不退转 再来 智慧如虚空 广大的空性 智慧如虚空 再来 忍辱如大地 别人撒尿到你头上也没关系 忍辱如大地 接受一切 要这样 信心如阳光 这个阳光一照都是佛光 信心如阳光 来 精进如风 风一吹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随时都不退转 观音菩萨手上为什么拿着念珠呢 24小时不退转的在念众生苦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也不是为自己 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心扩大跟世界合为体 看到人呢 来 众生都是佛 蚂蚁是佛吗 鱼是佛吗 猪是佛吗 是 所以不要吃它 因为对你来讲 他们是佛 他是你度的众生 就算他死掉了 我也要帮他祝念 火化 埋葬 所以学佛就会有这个广大心 你要跟世界合为一体 跟众生合为一体 你不要在极限在 我儿子啊 我老公啊 我的事业啊 那你就太自私了 你要有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跟万事万物都合为一体 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就是阳光 我就是高山 我就是大地 我就是大海 为什么 我们离开阳光水大海 我们离开所有的生命 你可以活吗 不行了 各位思考一下 行生波罗 波罗密多斯 树 我们也不能离开它 释迦牟尼佛还特别告诉 告诉安安 这个世间看到菩提树 有如看到佛陀要顶礼 所以有树 我们才有空气 我们才能够树把我们的二氧化碳给吸走 所以这个世间上有树木 有情人类才可以依靠 才可以依止 才可以活下去 所以各位要把我们的小小的心 变成大大的心 跟众生合为一体 叫缘起信空 缘起就是什么 我们跟所有生命是互相依靠的 离开它们我们不能活的 所以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你的生命不再是我了 树就是我 你就是我 蟑螂蚂蚁都是我 那个受苦的鬼道也是我 这个叫无我 无我是没有自私的我 只有众生 这个是佛教 大乘佛教的重点 空性 大悲性 空性就是无我 大悲性就是你才是我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什么叫慈悲性 别人的苦就是我的苦 你马上感受到那个苦 各位你儿子在受苦 妈妈苦不苦啊 你有感受 因为你对你儿子有悲心 你怨他离苦 所以一个修慈悲心的菩萨 要直接的去感受到众生的苦 所以我的师父常跟我讲 读佛经很好 但是不要读一读便没感情 有时候我们以前在读书 大家看谁文字写的厉害 经讲的好 但是忘了慈悲心 好可怕 变成一种比赛跟竞争 那好可怜 所以各位一定要 时时刻刻升起大悲心 所以时时刻刻念佛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又失去了悲心 赶快念阿弥陀佛 赶快念阿弥陀佛 让我们找回自信 从内心里面去关心对方 所以各位要珍惜 珍爱 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 要从内心里面珍惜他 愿他离苦得乐 虽然他伤害你 可能他伤害你 但是他伤害我是消我的业 一定是我过去伤害他 所以因为了解如此 别人伤害你 你要忏悔 但是别人对你好 你要感恩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你要跟每个人都结缘 所以像佛陀 佛陀有一个敌人 每天要伤害他 提婆大多 各位知道 提婆大多 派人家射箭 要把佛陀射死 然后呢 用一个 把那个大象 灌醉酒 要把佛陀踏死 最后没办法 干脆 用了大石头 要把佛陀砸死 还有一次佛陀 什么都没办法 他就拿着刀 冲向佛陀这样 最后一次 冲向佛陀的时候 土地裂开 他掉到无间地区去了 那有人就问佛陀说 哎呀 提婆大多 害你啊 佛陀说 不是害我这一次 无量事以来 提婆大多 生生世世要害死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两个曾经做最亲的人 佛陀跟提婆大多 在无量事以前做兄弟 同父异母的兄弟 爸爸很有钱 娶了很多老婆 后来这个老爸死了 老爸死了以后 这个大老婆的儿子 想说不想分给其他同父异母的小孩子 那个时候 只有他们两个是男生 要抢这个财产 后来这个做大哥的 跟弟弟说 我们两个来商量商量 带他出去悬崖旁边的时候 就把他推下去 推下去以后 又拿很多石头 活活把他砸死 砸死以后 哎呀 财产独吞了 释迦牟尼佛说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哥 那个时候提婆大多 就是我那个弟弟 所以他生生世世找我报仇 我成佛了 他还用大石头要把我砸死 好在好像这些公毕罗大将 金刚手菩萨把那石头打破了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千万不要伤害众生 哪怕一只蚂蚁 你把它 下回就换你车子掉下来 扁扁的 你认为那是小蚂蚁 各位小蚂蚁跟我们人 跟大象都有同样的佛性的 都有感受的 所以站在佛教 要我们绝对念一下 不杀身 不伤害众生 进一步来 普度众生 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普度众生 至少结缘 好不好 结缘 各位到超级市场 哎呀 很多牛肉猪肉在那边 你就嘴巴 奥妈尼伯娘 妈咪陀佛 愿他们超度 我到台湾我都会去这样做 每次有空 哪里超度我就会下去 如果在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菩萨也在那边走 师父 你也吃肉 他以为我去看肉 吃肉哪一块好吃 我是去 我进去不好意思拿棋子在那边挥 就在那边给他念佛号念咒语 用眼睛 奥妈尼伯娘 用你的眼睛看着他 用你的声音帮助他 那些肉也要超度 那些牛肉干 那些猪肉干 你都要跟他结缘 各位如果你不结缘 你将来成不了佛 没有人要理你 知道吗 你做什么事情很孤单 所以你现在就要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 做什么都要回向给众生 走到哪里 今天你坐飞机在那边 看着自己的护照 打瞌睡 时间还轮到我 那浪费时间了 你坐在那边等20分钟 眼睛打开 奥妈尼伯娘 所有来来去去的人 他们身上的祖先超度 堕胎胎儿超度 他们还在吃肉 奥阿比达 奥甘拉蒙索 愿他们身上的肉也超度 你要这样想 你不会念这么多咒 没关系 你要有个悲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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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你坐在飞机上也不要打瞌睡 那太浪费生命了 五百世修着同船渡 五百世的员才可以坐同一艘船 这些爸爸妈妈你还睡觉 他们睡 你不要睡 你为他们念仪轨 念大悲咒即便 为他们念要事咒 为他们归夜 这很重要 等一下一下飞机 每个人看到你都给你笑一下 奇怪 他就对你很好 我经常讲 你坐在人家后面不认识 你一直看他后面 他等一下就会觉得转过去 你在看我吗 人有感觉了 对不对 就像各位谈恋爱 那感觉可强了 看到有缘人 就离不开了 那不是有缘人 眼睛在主来了 你欠他感情了 你没有他不行了 很苦了 所以各位你现在要跟他解法语言 你现在看到人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回向给他 眼睛看着他 心里面对他起悲喜 好 我们现在语意来了 我念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赶快 念一念好了 我们念完才吃饭 好不好 太阳太大了 让他们赶快超度 礼1100斤 阿弥陀佛 你一鼓掌 就等于通通是你放生 这叫随喜功德 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世界最大的功德叫随喜功德 别人不思十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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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喜功德 那你就所有的功德 再来 红雁雁 箴里鱼 两百三十斤 随喜功德 尼丘 200斤 随喜功德 尼丘 200斤 随喜功德 乌龟 280只 罗斯六百斤 黄牛三只 人一千只 我们都超度了 我们放生了 你放他就放自己了 还有无量众生得到超度 各位你一个人堕落地狱 你不放生的时候念出他的名字 他马上超度 佛经说了 车经国王下地狱 阿难替他放生 一念完名字 车经就升天 放生为第一有力功德 有力量的 所以佛法讲那么久 就是要我们去救命 所以眼前有这些 所以各位在广东福报也大 虽然杀业重 但是福报大 全国的土产都集合来了 你就负责买就好了 所以各位最好赚多一点钱 在家里后面盖一个护身员 那些山猪 两只脚被夹断了 他们被抓的时候就夹断了 对不对 那你给他放了 他也活不了 你就盖个护身员在后面 哎呀 把他疗伤以后 他就在你夹了 因为他放了 活不了了 但是你保护他 这些山猪 生生世世来赶你的恩 你做事大富大贵 住缘很多 从小到大住缘很多 我就是这种人 我妈跟我讲 我一出生以后 她都不用带 反正都是亲戚朋友在带 我生出来以后 我生的时候 她还没有到医院 还没有痛 我就跑出来了 我跟我说 妈谢谢你 对不起 我绝对不能伤害你 如果我们让妈妈 有一点痛苦 那就不笑了 但是这辈子 累世就要做 所以我师父也跟我讲 哎呀 你上辈子结太多缘 所以这辈子 鬼都喜欢 人也喜欢 这个很重要 但是喜欢我们也用 要各位解脱才有用 所以各位要 广结善缘 这么多动物 我们要放生 来各位 手上有没有 你们的袋子里面 有没有一瓶水 等一下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 各位就要跟他 撒撒水 好不好 然后那个鸟 不要给人家撒水 鸟是撒什么 撒米 鱼是撒水 不要搞错了 好不好 有些老菩萨看到鸟 一直喷一直喷 等一下人家飞不掉了 这个叫执着功德 却没智慧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念大悲咒 大悲咒 马上放生 放完生以后 我们要用武哉 吃素 好不好 吃素 真好 吃素 希望大家一辈子都吃素 请翻到54页 39页 我们念一遍大悲咒 那各位就去走一走 好不好 然后走一走 该撒米的给他撒米 该撒水的给他 你不要一大把米一撒下去 那鸟都被你淹死了 我讲的是一两颗就好了 好不好 一两颗 一两颗 然后水也一点点就好了 跟他结缘 然后那个米掉在地上 要变成什么 变成钢禄 也不是给孤魂野鬼 好不好 那些被杀掉的鸟啊 鸡啊 鸭啊 也要这样观想 所以我们现在放生 各位要想 不是眼前这些动物 而是所有 有人类历史以来 所有被杀掉的动物 好不好 所有被我们吃掉的动物 我们都一起招请 所以跟我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心招请 十方法界 四身六道 九幽十类 水入空 一切亡灵 孤魂 受苦众生 所有被屠杀动物等 接来法会 得受功德 那么 各位观想一下 早请 今天大大大放生 地藏王菩萨 加持所有被人类 乃至自然死亡的 来 那摩波波子 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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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功德 回向众生 永离山土 得生净土 献世者 献世父母 六亲眷属 所有病苦者 消灾严寿 福慧自在 回向往生者 历代祖先 妻世父母 累劫冤亲在主 过去所杀所吃 所有众生 所有应生未生胎儿 得放生功德 永离山土 消冤解节 同神净土 好 三十九页 阳之净水 来 我们用嘴巴念就好了 来 阳之净水 天验傻参浅 清空八德利人天 福寿光真言 灭罪消遣 我愿化红脸 那么清净的菩萝萨摩赫萨 那么清净的菩萨摩赫萨 那么清净的菩萨摩赫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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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柳头干露水 能令一地变十方 新章购会尽卷处 令此坛场西清净 一切众生得甘露各列赤 开烟喉咒 翁 啵啵地利 切斗里 但他会对 甘露水尖炎 那么 所有不得 但他会对 大自他 翁 所有 本来所有 三不合 翁 你别命 大家他 翁 背看着 背看着 马哈背看着 人知三不合得 说好 我妈你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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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等一下出去外面 朝着阳光 多撒甘露水 好不好 你要观想 满个世界都是众生 给他们撒甘露水 他们也得到甘露米 然后各位可以 袋子里面如果有米 不要太多 一颗两颗 放在树下 好不好 他们都得到功德 然后现在我们要念大悲咒了 那各位可以出去走一走 看看那些动物 然后呢 念完大悲咒 他们等一下就要去放声了 各位念 当愿众生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中尊 归佛 永不躲地狱 归一法 永不躲恶鬼 归一身 永不躲畜身 远诸佛菩萨加持 慈悲意念 所有有形无形众生 皆得归一三宝 从今日 乃至未来季 保护所有生命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来 各位布施一个好美的名字给他们 你自己取 还是用你的法号布施给他们 好不好 你叫池光 池光 他就叫池光 他跟你同名了 一起成佛 你叫法语 他就叫法语了 今天我给他取名字叫子云 因为我们在紫云阁 愿他们就像紫云一样 将来成就紫云菩萨 好 念大悲咒 各位就出去走一走 走一走 把动物绕一绕 然后呢 各位就用武斋了 好不好 来 在心中 有一份爱 那是佛 妥妥的关怀 他指引着我的心 让我更坚定 去面对每一天 这一份爱 就像你一样 都没有 去面对